夜店杀警案首次开庭 主嫌刘心彤矢口否认 教唆杀人不肯道歉 让旁边的家属相当生气 至于万绍成则是自称 自己的手快要废了 希望可以保外就医 想博取同情 另一方面为了慎重起见 法官秘密到夜店场刊 还测试了红龙柱的重量 希望可以还给家属一个公道 我希望他可以看看 到底是哪些人 害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刑警薛真国的妻子相当悲愤 因为他捧着遗照道庭旁听 但一整天下来 只等到三名嫌犯的道歉 而主嫌刘心彤则是不闻不问 也没有办法接受刘小姐的说法 就讲得好像他人没有在现场一样 刘心彤打扮朴素装傻到底 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跟着男友浪迹天涯 不承认犯行也不道歉 同样可怜兮兮的还有万绍成 他则说左手快废了 希望可以交保看医生 态度跟在夜店单手 举起红龙柱的凶狠模样 实在差很大 而且将刑警围殴致死的一群人 现在统统窝里反了护咬对方 期望能够交保 如果他们还有良心的话 我希望他们就把案情 说清楚讲明白 让我老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为了不让他们有狡辩脱罪的机会 法官甚至为服出巡到夜店场刊 就是希望能够谨慎处理 还给家属一个公道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